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要忘记充电 欢迎来到一星期一本书 我是彤彤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 做事要方 做人要圆 黄炎培曾送给儿子一句话 取向于前 外圆内方 意思是说 做人做事 要如铜钱一般 方圆皆 做人要圆 是指为人要有尺度 存善良 做事要方 是指处事要有原则 讲规律 而方柔并济 就是人这一辈子 所要修行的美好品质 一 做事要方是原则 言铁论中有这么一句话 古之君子 守道以利明 修身以四十 不畏穷便捷 不畏见意志 这里的道 节制 就是人活一世 所要遵循的底线 原则 规矩 不可触碰 前两年 老郭开了一个厂子 有一阵子 他自今周转上 出了些问题 他正一个头 两个大事 身边有人劝他 生产的时候 可以适当偷工减料 采购的时候 也可以稍微放低一下标准 老郭不仅没有听 还把给他出馊主意的人 训斥了一番 随后 老郭通过各种渠道 去筹集资金 并且告诫身边人 钥匙中把用上乘材料 作为生产的底线 因为对产品质量的坚持 老郭在圈子里 慢慢建立起了口碑 随着时间的退移 和他做生意的客户 变成了朋友 亲他手的产品 也渐渐成了品质的代名词 有人问老郭 别人开厂子 就想着如何赚钱 你为什么就老是想着 做好产品呢 老郭笑笑说 做生意嘛 要诚信为本 钱可以慢慢赚 但是做人的根本 可不能丢 《长江七号》中 有这么一句话 我们虽然穷 但是我们不说谎 我们不打人 不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不能拿 的确 人活一世 无论身处何处 都要行得端 做得正 活得方方正正 这是因为前行路上 有原则的人走得更远 攀登途中 有底线的人爬得更高 你要相信 有原则的人更有价值 有底线的人更有分量 真正的君子 就是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 做事有原则 为人有底线 二 做人要原 是善良 如果说方 是一种原则和底线 那么原 似乎就有点 原滑和陶巧的味道 在里面 但这里说的原 不是原滑 也不是陶巧 而是一种事实 为他人考量的周全 一种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宽厚 一种不动声色 缺乏自心底的良善 看过这样一个视频 在安徽富阳 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 无儿无女 以休邪为生 一天只能挣七八块 每天中午 他都会在斜摊附近的 一家包子店买饭 结账时 他会拿出一张储值卡 递给店员 店员会开心地借过卡 认认真真 刷卡结账 每隔一段时间 老人就会问一次 还有钱吗 没了我就现金付 店员总会说 还有 每每听到这两个字 老人就放心地提着包子 回到自己的休邪摊前 心满意足地开吃 但老人不知道的是 他手里的那张卡 存了三百元的储值卡 两年多的时间 早就刷完了 但只要看到老人来 老板就会说 卡里还有钱 最初老人去包子店时 老板想免费请他吃饭 老人说什么都不肯接受 有一天 一位爱心人士 洋装没钱 付休邪费 就问能不能用 包子店的卡底债 老人欣然接受 老板也顺水推舟 人活一辈子 谁都有落魄和无奈的时候 而恰到好处的援手 就是一种善良 这种善良不是大张旗鼓的施舍 也不是人尽皆知的帮扶 而是不动声色的善意 温润如雨的关怀 做人要缘就是这样一种善良 这样的人不会把棱角磨得太锋利 相反 他们会用更温柔的方式去处理问题 会用更舒服的关照去给人温暖 还懂得换位思考 能够给予他人最欲贴的尊重 而知道方圆并济 懂得刚柔相继 既是一种格局 也是一种修行 格力老总董明珠 就是这样一个人 有一阵子 董明珠被提出族谱的事 闹得沸沸扬扬 究其缘由是董明珠的亲哥 想通过疏通关系 多赚点抽成 但董明珠却觉得 做事得有原则 才能帮助格力 取得更长久的发展 而格力取得如今这么大的成就 不仅靠董明珠的原则 也靠他为人处世中温柔的一面 格力的一名女员工 丈夫长年在外 很少回家 加上夫妻俩工资都不高 还要照看孩子 日子过得很困难 有一次 女员工帮忙之中 忽视了公司的规矩 违反了相应制度 董明珠知道后 狠狠批评了她 还让她根据公司制度 交罚款 对女职工而言 有点雪上加霜的味道 令人没想到的是 当天晚上 董明珠就带了孩子需要的东西 去看了女职工 里面还偷偷放了一百元钱 让她交罚款 甚至贴心地付上一张纸条 这是我私人的钱 给你补上 记住 一定要把罚款交上去 以后工作不要再马马虎虎了 这种既刚又软 既方又圆的处事风格 很快在格力内部传开 同事也评价她说 董姐就是刀子嘴 豆腐心 静一守得住原则底线 又讲得了人情冷暖 这就是董明珠城市的秘诀 讲原则让她带着格力 大杀四方 讲人情让员工对她此心他地 网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纵人如果指缘不方 是一个八面玲珑 滚来滚去的缘 未免过于圆滑事故 纵人如果指方不圆 是一个四处棱角 静止不动的口 那就会寸步难行 诚然与人相处时 要圆 要收起棱角 用心底的善意 去对待世人 触碰原则时 要方 要坚守底线 用内心的准则 去维护正义 而如何做到 两者的平衡 保持内心的稳定 与外界的平衡 便是我们一生 所要修行的品质 看过这么一句话 有缘无方则不利 有方无缘则碰壁 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太有棱角 就容易招惹事端 一个人如果太过圆滑 就容易丧失信誉 因此做人要懂方圆之道 对待他人要圆 要温和从容 对待自己要方 要谨守原则 为人的时候要圆 要心存良善 处事的时候要方 要手留底线 在方中安身 在方中做事 在圆中悟道 在圆中归真 方圆并济 便是我们一生的修行 文末点亮再看 愿你在方中处事 拥有前途美景 也愿你在圆中为人 收获人间善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分享 欢迎给我们留言 祝您晚安 做个好梦 请大家订阅